全球犯罪舞台上各路势力角逐激烈 美国黑手党曾涌现出如如西安诺、哥迪卡彭等叱咤风云的人物 而哥伦比亚的独消之王巴伯罗·埃斯克瓦尔更是全球文明 相比之下,日本的帮派组织虽然历史悠久,却先有如此引人注目的领袖 山口组合天罡英雄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局面 这个成立于20世纪初的组织 从最初的小型帮派逐渐发展壮大 最终成为日本最大的犯罪集团 即使如此,山口组和天罡英雄在国际上的知名度 仍然不及上述每隔两国的犯罪组织 这部纪录片将带您深入了解日本最大的黑帮组织 山口组的传奇故事 24岁的山口春集退伍回国回到了港口城市神户 本想靠着渔民的工作谋生,却发现并不适合自己 转而从事码头工人的工作 春集凭借着过人的体力,出色的领导力和组织能力 很快在神户港崭露头角 1912年春集加入了当时神户最大的黑帮职业 大岛组 大岛组不仅涉足码头业务 还为当地的造船厂提供劳工和保护 春集的加入为大岛组注入了新鲜血液 他在短短三年内便凭借个人魅力和卓越的能力 赢得了大岛组成员的认可 加入大岛组仅三年 山口春集便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 随后他便带着约50名忠实部下 脱离大岛组成立了自己的组织 这个新组织以他的姓氏命名 就是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山口组 山口组的标志非常独特 一个扭曲成菱形的山字 这个设计来源于山口姓氏中的山字 象征着山口组的根基和力量 也正是因为这个标志山口组也被称为山林或山钻石 山口组的早期业务与大岛组相似 主要为造船厂提供劳工 与众不同的是 山口组的成员还精通一种 在当时破位流行的叙事歌唱 并在神户小有名气 他们将这种独特的技能 与帮派的威望相结合 在神户滩头闯出了一片天地 山口组成立后不久 凭借着春集的个人魅力和组织能力 迅速发展壮大 成员人数不断增加 甚至超越了母体大岛组 尽管事业蒸蒸日上 春集却在山口组成立十年后 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 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长子 山口灯 年仅23岁的山口灯 迅速接过了父亲的衣钵 展现出过人的领导 才能进一步扩大的山口组的势力范围 山口灯不仅继承了父亲在码头 和娱乐业的生意 还将触角伸向了相铺界 更令人瞩目的是 他弟弟的高中同学来自外国 这似乎预示着山口组未来的发展 将出现新的转机 走向国际化 1913年 这位同学出生在四国岛最小的县德岛县 幼年丧父世母 生活困苦的他 被送到神户 投靠叔叔 然而叔叔不仅酗酒 还经常虐待他 姨妈对此也默不关心 年仅14岁 他便辍学到神户港 做起了码头工 在码头工作期间 他结识了山口组 头目山口灯的弟弟山口秀夫 通过这段友谊 他逐渐涉足黑社会 与山口组结下了深厚的渊源 虽然年少轻狂 但他明白在山口组这样的组织中 想要有所作为 必须付出艰辛的努力 他因在打斗中 表现出异常的凶狠 被人们称为熊 传闻他尤其是好挖出敌人的眼镜 经过九年打拼 他终于如愿以偿 成为了山口组的正式成员 然而就在他刚刚尝到成功的喜悦时 一场致命的袭击事件 将他送进了监狱判刑八年 原本应该在1945年刑满释放的他 却在1943年提前出狱 出狱后的他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 却发现外面早已误释人非 山口组的创始人 及他的儿子山口灯都已经去世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经济陷入困境 黑帮的传统收入来源也随之枯竭 赌场关闭 敲诈 勒索不再可行 昔日的人脉和政治影响力 也变得无用武之地 更糟糕的是 大量黑帮成员被征召入伍 使得许多帮派元气大伤 战后日本在美军的占领下艰难重建 旧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 警察力量几乎瘫痪 各地陷入混乱 为了维持神户地区的秩序 以雄文明的山口组成员 他组织了一支名为 Tito Koeigumi的私人武装 这支队伍试图填补警察力量的空白 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神户的治安 战后混乱的局势下 他迅速控制了 日益猖獗的黑市Tito Kagumi的名声 在神户地区迅速穿升 这引起了山口组高层的注意 1946年10月 他被推选为山口组的新任组长 接手了这个几乎被战争摧毁的组织 他面临着重建山口组的艰巨任务 与战后的日本政府相似 山口组也需要从废墟中崛起 然而他不仅成功地重建了组织 还将其发展壮大 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当他接手山口组时组织的规模 已经缩水到原来的二分之一 仅剩约25名成员 但他凭借出色的组织能力 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 逐渐恢复了山口组昔日的辉煌 幸运的是 这25名成员对他都极为忠诚 这种忠诚与他的冷酷无情相结合 形成了独特的山口组风格 而他也懂得如何用敏锐的头脑 和商业意识 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山口组在他的带领下 逐渐走上了复兴之路 他的第一步是创办了一家建筑公司 为帮派成员提供工作 战后的日本百费代心 建筑业一片繁荣 山口组成员以其高效的工作态度 迅速在行业内展露头脚 建筑业为山口组带来了稳定的收入 但他并不满足于此 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了 战前山口组的老本行 赌博和敲诈勒索 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地下世界站稳脚跟 他甚至考虑 与神户另一大帮派 让他看合作 共同瓜分赌博市场 等于成为山口组宝贵盟友的本田慧 却因他过于强势的野心而走向对立 一场帮派大战在所难免 山口组的成员 尤其是继承了熊凶狠风格的他 在这次冲突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 最终本田慧不敌山口组背后者吞并 胜利并没有让他 只不他将目光转向了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 准备一同关系地区 神户的两个韩国帮派 马尔罗凯和马尔摩托凯 相继被山口组击败 大阪这个以开放包容 著称的城市成为了他下一个征服的目标 战后不久 大阪的娱乐业迅速复苏 敏锐地 他察觉到了其中的商机 随即成立了一家艺人经纪公司 这家公司迅速崛起 与三浦百惠江本健 伊田Process一雄等众多日本一线明星 建立了合作关系 尽管事业蒸蒸日上 但他从未忘记自己出身 他继续拓展在神户港的业务 这个全球最繁忙的港口之一 为山口组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收入 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他已经牢牢掌控了 神户造船厂80%的货物运输 他在神户拥有14家公司 仅1965年就赚取了 约1700万美元的巨额利润 他深知知识的重要性 不断鼓励帮派成员学习商业知识 甚至要求他们阅读经济报纸 关注股票市场 在他的带领下 山口组的成员从单纯的街头打手 转变为精通商业的企业家 山口组的扩张速度惊人 到1964年 已经有343个小帮派 加入了山口组 总人数达到了约1万 在他的领导下 山口组已经从一个地方性的帮派 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犯罪帝国 他的商业才华逐渐显露 甚至可以与日本商界精英相媲美 如此巨大的财富和影响力 自然引起了政府的注意 当时的交通部长兼未来的副总理 何也一郎对他的公司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同时他与东京的田中角融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田中角融本人也是一位成功的商人 为他提供了额外的经济支持 随着山口组的势力不断扩大 不可避免地招来了东京势力的鸡蛋 日本关西和关东地区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 这种区域对立在文化体育等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然而对于山口组这样的黑帮组织而言 这种竞争将演变成一场更为激烈的权力争夺 1963年政治恩克克尔玉师傅提出了一项熟心勃勃的计划 建立一个很快亚洲的帮派联盟 然而这个计划很快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难 尔玉意识到要将整个亚洲的帮派整合在一起 即便是对于他这样在日本政界有着深厚人脉的人物来说 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于是尔玉将目光转向了日本国内 决定先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帮派联盟 他找到了山口组的他 希望能够与之合作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要实现全日本帮派联盟的目标 而于自然需要山口组这个日本最大的帮派的支持 然而他却拒绝了这一提议 或许是他认为加入联盟并无益处 又或许是昔日与本田会失败的联盟经历 让他心生警惕 面对山口组的拒绝而于另辟蹊径 开始在关东地区招募帮派 最终关东会应运而生 道川会助集会 以及东市会等关东地区的大型帮派都加入了这一联盟 这些帮派之所以愿意加入关东会 一方面是为了对抗山口组的扩张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关东地区争夺地盘 毕竟山口组的人数众多 实力雄厚 关东各帮派单独对抗的话 胜算渺茫 关东会的成立 让这些帮派的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总人数超过一万三千人的他们 完全有能力抵挡山口组的扩张 然而他似乎并不满足于现状 不断派遣手下进入横滨 挑衅关东会 由此引发的大皇宫事件等暴力冲突 让关东地区的局势愈发紧张 尔玉对于这些帮派之间的争斗 并不感兴趣 他的目标是实现 关东和关西两大势力的和平共处 经过一番斡旋 他竟然说服了向来强硬的塔 同意与关东会达成停火协议 协议规定 山口组在横滨的成员数量不得超过十人 然而对于善于专控子的他来说 这样的限制形同虚设 他很快便找到了绕过协议的方法 继续在关东地区扩张势力 在田中角龙的帮助下 他制定了一项新的侵略计划 这一次他打着打击毒品的旗号 成立了制止贩毒联盟 这个联盟声称 要在关西和关东地区开展扫毒行动 重点打击横滨地区的毒品问题 他甚至公开发表声明 声称山口组内部也存在严重的毒品问题 并以此为由 号召组员参与到扫毒行动中来 为了增强说服力 他还拉拢了关西家庭主妇协会 共同参与到这场反毒运动中 尽管他的这一举动充满了虚伪 但由于其精心策划和包装 一时之间竟蒙蔽了许多人的双眼 然而对于尔玉和关东会来说 他们很清楚他的真实意图 这场所谓的反毒行动 不过是为了掩盖山口组队横滨的野心 当田中角荣遭到枪击时 关东会的势力达到了巅峰 这场暗杀事件的幕后主使 是东市会的Wolf制 而直接动手的人 则是东市会的一名成员 田中角荣作为 制止贩毒联盟的幕后策划者 成为了东市会的眼中钉 尽管身受重伤 田中角荣却在四个月后 其祭班地康复了 为了平息事态 Businessy 久之向田中角荣赔礼道歉 并送去了200万日元现金作为赔偿 此外 周久之还亲自砍下了自己的指尖 将其作为赔罪的信物 献给山口组 在山口组的文化中 切乱手指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惩罚 只有犯下重大错误的人 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 同时 与道川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直居高不下 当道川会会长因经营非法赌场入狱后 田中角荣嗅到了机会 他只是手下对道川会长进行特殊照顾 意图让道川会陷入混乱 从而削弱其势力 果然 在道川会长入狱期间 道川会内部发生动荡 大部分成员被捕 出狱后的道川会长发现 自己的组织已经元气大伤 出狱种种考虑 道川会长最终决定与山口组结盟 以而郁郁市服务中间人 双方达成了协议 为了庆祝联盟的建立 双方举行了传统的结盟仪式 交换清酒杯 这仪式在日本黑道中 具有深远的意义 象征着双方之间的平等与合作 随着山口组与道川会的联手 山口组的势力达到了顶峰 几乎控制了整个日本 只有极少数的地区 不受山口组的影响 1978年7月 山口组迎来了 其历史上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在京都一家 名为Bill Rummy的夜总会里 一名身穿白衬衫的男子 突然掏出一把手枪 向正在与保镖谈似的山口组老大 他连开竖枪 他身中树袋 但幸运的是 经过紧急救治 捡回了一条命 行凶者被警方迅速锁定 是来自关西地区 敌对帮拜松田组的成员成田亲至 数年前成田亲至的老大 在与山口组的冲突中上升 次次刺杀显然是为了报仇 成田亲至的复仇计划 却以失败告终 数周后 成田亲至的尸体 在神户附近的山上被发现 松田组也因此遭受了重创 多名成员被杀 之后便开始走下坡路 山口组的黄金时代即将结束 尽管他的威望依旧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状况每况愈下 再加上内部暗杀事件的冲击 山口组的寄人问题迫在眉睫 由于帮拜内部年龄结构 是很缺乏经验丰富的中间层 山口组的传统和价值观 在年轻一代中逐渐淡化 更严重的是山口组成员的 暴力行为愈演愈烈 以往征询的地下规则被打破 帮派冲突频繁发生在公众场合 严重威胁到了普通民众的安全 警方和公众的忍耐达到了极限 一场大规模的扫黑行动随即展开 历时八十天 警方逮捕了两千多名帮派成员 其中包括山口组的众多高层 副手山本剑亦更是被判入狱三年半 为了平息事态 他不得不向敌对帮派示好 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表态 在多方努力下局势才逐渐稳定下来 尽管他试图通过保持低调和与敌对帮派 讲和来平息局势 但山口组内部的动荡并未就此平息 不久后暴力事件再次频发 虽然他因健康原因逐渐淡出江湖 但山口组却试图将势力扩张至北海道 企图染指日本最北端的土地 尽管这次扩张未能成功 山口组在20世纪80年代初 依然保持着强大的势力 1981年7月他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享年68岁 就未将山口组从濒临解散的边缘 发展为日本最大最具影响力黑社会组织的传奇人物 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就是田刚英雄 在他的领导下 山口组不仅在日本黑道界称霸 更是在战后日本经济腾飞的浪潮中 攫取了巨额财富 据估计山口组在80年代初的年收入高达4.6亿美元 山口组的触角 深入日本社会的各个角落 从建筑业到娱乐业无处不在 20世纪70年代末 山口组开始涉足毒品盗窃 这位组织带来了巨额的非法收入 并成为其生存的重要支柱 山口组这个名字在日本可谓是家喻户晓 当田刚英雄去世时 没有人能预料到日本的有组织犯罪会走向何方 田刚英雄的葬礼最初计划低调进行 最终还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1300多名黑帮成员前来调尿 除了日本黑道中人 连一些日本演艺圈的明星也前来送别 其中包括歌手天Sans義雄 田尾熊一雄曾在公开场合表示 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 他曾得到过田刚英雄的帮助 另一个例子是著名演员高苍健 他曾在田刚英雄为原型的一部黑帮电影中饰演过角色 田刚英雄去世后 山口组面临着寻找新领导人的问题 田刚英雄的得力助手 山本原本是顺理成章的接班人 但因身陷Mathempted Fight不久 便因病去世 在这一特殊时期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出现了田刚英雄的妻子 傅梅子成为了山口组的临时领导人 这在日本黑道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女性 成为了这个庞大犯罪组织的掌门人 傅梅子展现出了出色的领导 才能赢得了众多成员的尊重 由于山口组长期以来由男性主导 傅梅子作为女性领导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再加上警方的大力打击和敌对帮派的趁虚而入 山口组的内部矛盾日益激化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山口组的成员数量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在1981年至1983年前大幅增长 达到了13,300人的峰值 为了应对复杂的局面 山口组的高层决定成立一个八人小组 协助傅梅子管理组织 并最终选出一位新的组长 这八人小组中的成员都是山口组中的资深人物 其中大和红作为田刚一雄的亲信 成为了新的组长候选人之一 山本在山口组效力多年 深受组织信任 是田刚一雄的忠实追随者 另一位候选人竹中正九 不仅是田刚一雄家族的老友 更是一位激进且深受基层成员欢迎的人物 也是傅梅子最看好的人选 最终竹中正九胜选成为了新的组长 山本无法接受这个结果 心灰意冷之下 他带领着山口组约一半的成员 脱离组织另一门户 成立了市和会 市和会的迅速崛起 使得山口组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成为日本三大帮派之一 面对这一危机 新任组长竹中正九 采取了一系列的缓和措施 他宣布赦免所有后会离开的成员 并为他们提供丰厚的退休金 这一举动成功地瓦解了市和会 让许多成员重新回到了山口组的怀抱 竹中的招将安抚策略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大量山口组成员重新归队市和会的人数 减致2800人左右 然而山本并不甘心失败 1985年1月26日 竹中在大阪的公寓楼前 遭到了市和会的伏击 竹中与随行的高层干部当场身亡 山口组的最高领导人就此陨落 引发了震惊日本的黑帮大战 山衣战争 山口组迅速推选出 中上路和巡违临时领导人 并向市和会宣战 随后的一年里 关西地区封烟四起 两大帮派之间发生了200多起武装冲突 同年山口组卷入了一起震惊世界的透枪丑闻 他们试图从美国购买大量武器 包括火箭发射器 却落入了美国联邦调查局设下的圈套 山口组的两名高层成员 在美国被捕并判刑组织声誉严重受损 虽然法庭上播放了交易的录像 但山口组头目却因陪审团的疑虑 而被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不仅让山口组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也使其在国际上的形象一落千丈 山口组内部的动乱与市和会的衰落同时进行 尽管市和会在大阪的争斗中节节败退 但双方之间的暴力冲突却愈演愈烈 直到1944年 市和会的一名前成员 在万岁崖附近被残忍杀害 这一事件触动了山口组的神经 万岁崖是二战期间 日本士兵集体跳崖自杀的悲壮之的这一历史事件 与市和会的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激起了山口组的强烈反感 山口组呼吁双方停战 最终 山一战争以市和会的衰败告终 到1989年 市和会已经沦为一个小小的帮派 虽然山口组仍然强大 但这场战争也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经过中上鉴刺四年的临时领导 山口组于同一年选举了渡边义德为第五代组长 进入90年代后 山口组的成员人数迅速增长 达到了2万人 长期以来 日本黑帮与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黑帮被允许在一定范围内活动 但必须遵守一些不成文的规定 然而80年代末90年代初 随着山一战争等大规模冲突的爆发 这种平衡被打破 暴力事件频发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 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黑帮问题 日本政府于1991年通过了犯罪对策法 加强了对黑帮的打击力度 新法律的一项重要规定是符合特定条件的黑帮组织 将被正式认定为暴力团 这一认定意味着 这些组织将受到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制裁 包括针对保护费 枪杀勒索等非法活动的严打 此外 法律还明确规定 以收费或暴力手段强迫成员退出的行为属于违法 这一条款的出台 为那些想要脱离黑帮的人提供了更安全的保障 降低了他们重返犯罪生活的风险 可以说这项法律的实施标志着 日本政府对黑帮问题态度的重大转变 也是日本历史上首次正式承认黑帮的非法性 尽管新法律出台 但仍面临诸多批评 不少人认为法律对黑帮的打击力度不够 尤其是对黑帮的经济基础 资产的限制不够严厉 黑帮成员可以通过设立幌子公司等方式 将非法所得转移继续从事反罪活动 虽然媒体和警方宣称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但实际情况远比表面乐观 虽然有大量黑帮成员名利上退出了组织 但许多人只是转入地下 通过幌子公司等方式继续从事非法活动 数据显示1994年以前 约有一半的黑帮成员实际从事着 比正式成员更严重的犯罪活动 新法律虽然只在打击黑帮 但效果却并不如预期 许多被宣布解散的帮派规模较小 影响力有限 这种现象反而导致了更大的问题 大型帮派如山口族 刀川会和驻籍会歧视力进一步扩张 在法律实施前 这三大帮派就占据了全国帮派成员的45% 如今这一比例已上升至惊人的65% 更令人担忧的是大型帮派早已做好了应对新法的准备 山口族甚至发布了如何逃避法律制裁的手册 指导成员通过设立幌子公司等手段规避法律 因此新法实施后 山口族的成员数量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将更多的权力集中到了高层手中 到2000年山口族的成员人数以膨胀制约3.4万人 并通过涉足建筑业维持着庞大的组织 20世纪90年代 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投入了高达3.5万亿美元的公共工程 据估计其中1%至5%流向了与山口族相关的企业 这些企业通过参与大规模的建设项目 为山口族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非法收入 2005年 执掌山口族16年的渡边义德宣布退休 将权力交给了石田建市 宋田建市作为第六代山口族组长 一改立代组长的高调作风力求低调形势 目前日本山口族的成员约为8000人 是整个日本黑社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 然而山口族内部并不平静 2015年 一批高级成员对组织领导层不满 分裂出去 成立了神户山口族 这场分裂导致山口族的总人数下降至约24000人 分裂的原因在于部分高层 对山口族的领导能力和组织结构提出了质疑 他们带走了约1000名成员另立山头 截至目前两大组织之间的对立仍未缓解 警方高度关注这一局势 以防爆发大规模暴力冲突 冲倒日本黑社会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惨烈内斗覆辙 山口族 这个拥有百年历史的日本最大黑帮组织 见证了日本社会的沧桑巨变 从初期的崛起壮大到后来的衰落分裂 山口族的命运与日本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在六代掌门人的带领下 山口族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盛到衰的复杂历程 曾经山口族在日本社会中根深蒂固 势力庞大 然而随着日本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不断完善 山口族的生存空间日益狭窄 内部矛盾也日益激化 由于山口族的组织结构复杂 活动隐蔽 外界很难准确掌握其真实实力 近年来 随着成员人数的不断减少 山口族的影响力也逐渐衰落 然而山口族的衰落并不意味着 日本黑社会势力的消亡 山口族的分裂和衰落 可能会导致日本黑社会格局发生重组 新的势力可能会崛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